华晓给学生喝圣水 以便考取好成绩的事件有新进展 教育部将这所谓的圣水拿去化验后证实 那只是普通的饮用水 没有任何元素可以证明 这些水有经过加持 更别说有神奇功效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卡马拉纳登证实 化验结果显示 所谓的圣水其实只是一般的白开水 他说当局已经向这所学校的校长录取口供 而校长的说法和之前对外宣称的一样 只这些水都是由业者赞助报效的 不管怎么样 巴生县教育局还在等待卫生部的报告 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对校方采取下一步的行动